最大的傷害是言語 所以那時候 我抱歉講一些很傷人的話 不是我媽 這是... 這是不應該... 安生! 還有什麼錯嗎? 蛤? 各位 這個惡毒的女人喔 她喔 說了很多的壞事情了 那這邊 來來來來來 你都在幹什麼 你都說那麼多的壞事 你都在幹什麼 幹什麼 幹什麼 打他 打他 幹什麼 打他 怎麼樣 啊 我覺得他很需要勇氣 那他上場前 也就是出現在記者會之前 其實有一個搶行針 也就是他的男主角 趙博安 就是林哲希飾演的這個角色 他給他一個 一個小卡片上面寫的文字 是讓他感到有力量有安心的 就是做你自己 沒有人可以決定 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對 所以 帶著這樣的勇氣 出現在記者會上 去跟世界大眾說 嗯 我就是好康哥的親生女兒 這件事情 其實 是 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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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扭的一件事情吧 而且尤其現在就是 媒體導向這麼的強烈 對 我覺得也是蠻 蠻實事題的 那 到了後面 其實 爸爸媽媽出現 然後開始有一種 打鬥的狀態的時候 是蠻可愛的 就是 這個 比較serious的戲 之後變成 有點小鬧劇這樣子 對 但這其實也是這部戲 就會有的 不同的樣貌 轉來轉去 情緒的轉變 其實我覺得 把 把focus放在 對手演員上面 就會出來 該有的情緒 像 Linda 跑出來的時候 也就是 我親生父親 鎖哥飾演的 好康哥 她現任太太 也就是她的經紀人 出來 然後很會講話 然後 開始扭曲一些事實的時候 我就會 只要專注她身上 我就會覺得非常火 那個眼神 就是會 受不了 但是 如果 爸爸媽媽媽一出現 的那個狀況 我就是 又會 鬆下來 然後又會覺得 爸爸媽媽媽在保護我 所以 再堅強的抱歉 都會有感動 的那一面 很容易被觸動 所以她內心是蠻柔軟的 妳再說一次 妳不是我媽 妳在說什麼 有媽的那一塊 我其實覺得 我自己在回想 有沒有跟媽媽 有這樣的衝突 或者是肢體上面的這種 推 推擠過 其實好像真的沒有 可是 在言語上面 的強烈 導致 真的媽媽快受不了了 或是我自己也是氣到 我很想要 我只能揍枕頭的時候 我大概可以理解 那樣子的極限 所以那一段 其實 因為美秀姐 其實她如果要 眼情蓄系的話 她真的會 很有感染力 所以她那時候的 難過的生氣 或者是還有 一開始的裝傻 其實都讓我 蠻動容的 所以 在那一場戲 我覺得一切也 非常的自然 我的確也有 很痛 很愧疚的那種感覺 那 肢體上面的 打或推 其實沒有 沒有到很大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 最大的傷害是 眼影 所以那時候 抱歉講一些 很傷人的話 這是 這是不應該 你是我的姐妹 上映了以後 大家記得 鎖定我們的心系 然後應該會療癒到你吧 希望你會喜歡 O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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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ps